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五的《全日总结》 这个环节请来Jason 做我们的嘉宾 Jason 你好 Iyo 你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户股反复上升 上证指数已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报3,222点 上升4点 升到3个月的新高 金融股继续是大市上升的主要动力 不过市场成交就缩减了 而三正城市报10,427点 跌了38点 互深300收市报3,703点 升了16点 而创业版指数收市报1,745点 跌了33点 而香港股市方面 恒深指数借保26,389点 升了43点 国企指数借保10,728点 升了50点 而大市成交金额是775亿元 见到港股都连升了4日之后 今早开始都继续承接到外围的走势 再刷新两年的新高 超过两年的新高 不过之后表现就没有方向在乘幅上落 最终就是微升收市 Jason 你觉得下星期的走势会是怎样的呢 会继续有调整 还是可以继续上市呢 下星期内地方面都会有更多的经济数据公布 看回这个星期内地的数据 包括进出口的数字 之前PPI方面的数据 再加上M2或者新增贷款等等的数据 都算是对板的 特别是针对制造业环节的PPI 还有看进出口方面 那个数据都是做得相当强的 可以预期到下星期公布第二季度的GDP 都应该不会太走样 可能现在市场预期都是6.8%能够站稳的 那去到下半年会不会有个明显的放缓呢 那如果你只看回7月份这两个星期 暂时都算是做得不错的 就是看到现在内地方面 很多之前有个放缓的一些制造业的环节 都开始有一个比较强的增长 再加上就说之前大家都比较害怕 就说下半年那个去杠杆的力度会不会加码呢 那看回今天举行那个金融工作会议 初步看回消息就似乎未必说会再加大一个 就是去杠杆的力度 又或者对于金融业的监管 也都没有什么特别一些很辣的新招 所以你说去到下半年整体内地的流动性 又或者在那个金融市场方面 都应该可以比起上半年做得更加好的 就是最起码你说在七月八月来说 都应该能够是保持到的 所以短期里面我自己看那个港股方面 都不会说差对比 还有最重要就是说这一段时间 内地的资金继续是涌来香港 继续来数货 那见到如果你说北水仍然都是旺盛的话 相信那个港股短期里面再调整那个幅度 未必说会真的太大 那暂时看回你说恒指方面那个表现 就是在过去的五天 连上今天来说 那个指数都由25,400 升到上去现在26,400 就是接近都升了1000点那么多 那短线里面 即使在26,300几点 400点左右做个整股都好 但是那个幅度未必说会太大 那短线如果你说能够是 能够是站得稳在26,200点上的话 那未来再向上冲多一阵的机会 仍然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好啊 看完大市之后 都跟Jason 聊一些个别的股份 那首先就讲一下 一只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就是中海外688 见到今天可以说是越升越有 那今天就是以全日最高位收市 收市就是报25.4 升接近7% 那大摩亦发表了报告 预料集团明年的合约销售额 可以重拾增长 用不同的方法去补充土地储比 降低成本 还说中海外的股价落后于同业 现时的估值只是今年预测市盈率的6.3倍 低于同业的平均7.7倍 最近 Jason 你也有说过 大摩之地很准的嘛 那你觉得是否中海外 都可以继续提高一线 有望再上市呢 是的 说内房股 都在对上那几个月 普遍的升幅是相当之夸张 自从恒大 即是未来回归A股 能够是培发了一些新股 给一些策略投资者 和认购作价都相对比较高之后 就带动到一众的内房股 都是炒上来的 当然你说因为内地的楼市 就算近这个几个月有个调整 一些一线城市出来的楼价 又或者那个销量有个货门都好 但是市场上暂时都对于这一类的数据 不是说太关注的 还有有些的说法都说 就是说去到下半年 当那个楼市没有说再有个标升了 那会不会都未必说会再加辣那些限购 限贷令等等呢 所以都令到整个内房气氛 暂时来说都不算太矮 另外也都看到如果在那个股值上面 比较就好像大摩今天说的那个重点 就是说中海外或者一些比较大的内房股 本身在那个PE上面 或者其他一些的股值指标上面 都比起同业来说仍然都是为低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因为看到一些相对比较细的 一些二三线的内房股 过去那几个月整体的升幅是相当之惊人的 那例如就好像说融创 这种大家都应该近期是成为一个焦点的股份 那它的股价说短短由五月初升上来 那那个升幅也有成是六成多 那看回股价是升得相当之夸张 那另外说到好像碧桂圆来说 那也都是见到它由年初 特别就是头三个月呢 那升幅都已经是相当之惊人的 那你比较回这一类的内房股 平均的PE是十几倍 那甚至乎有点贵一点的 好像你说恒大方面 那现时的PE方面都有成是三十几倍 那变相看回中海外那个规模都不是说小 那还有销售的表现 虽然增长就没有刚刚说的那几只那么厉害 那但是至少都维持到一个稳健的增幅 那但是如果你说一只内房的龙头 它的PE得过是七倍左右呢 那我都相信呢 是会有个很明显的吸引力 就令到那些资金呢 去追回它的落后上来的 那就算你说追不到去融创啊 恒大说的二十几三十倍的PE 那但是至起码你说上回 可能大概八倍多至到九倍的PE 都叫做合理的 那就是比起你说现价来说呢 那升幅都还是存在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真的在这个阶段 想着再去到投资啊 想着再追一些内房股呢 那都是可以选择回 就是说之前一直都没什么 怎样升过这一只的688 又或者华润置地 又或者国子成份股之一的晚科呢 都是可以考虑的 那刚才Jason有提到的 中国恒大3333 收市就是报15.82 就是升超过2.4% 而用仓中国收市就是报16.88 升超过1.6% 至于不贵远2007 收市就是报9.18 升了1.2% 跟着就跟Jason看多一只个别的股份 就是蒙牛羽282319 今天都是升超过2.3% 全日就是报15.04 是表现第三好的蓝筹股 集团的总裁就说 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会符合预期 随着营运的效率进一步提升 有信心今年的收入可以保持高单位数的增长 而中金也都提升了蒙牛的目标价 维持了买入评级 你怎么看这一只股份的前景呢 蒙牛在今年来说的股价表现都相对令大家失望 因为都看一来 就说国内的原奶价格似乎都是跟不到 就说外国方面的进口奶价方面的升势 整体那个价位 比起去年来说都没什么怎么升过 那便上就令到很多的预品股来说 去到今年的表现都是一般 那讲到蒙牛本身去年都遇到个多大的问题 就说它在奶粉业务 就是之前收购雅士利那边 都是要输很多钱 那当中你说奶粉卖不到是一个问题的 那另外也是做一些一次性的资产减值 都是拖累了它那个盈利表现 那牙士利你说去到今年 会不会有个很明显的复苏呢 那我都还是有些保留的 那再加上就说 去到液态奶方面的那个产品 都是面对着很多一些本地品牌 或者是外国品牌方面的竞争 那我都相信在这个竞争底下 那它都是会面对一个的价格战 或者毛利方面都是会有些压力 那所以如果你说短线来说 蒙牛今天去升上来 都只是一个叫追落后 又或者可能资金之前都炒完其他板块了 那去到今天来说呢 就叫做追回一些 那但是你问我 它会不会有个很长远 一个很大的升浪会展开呢 那我又看得都不是这么乐观的 那所以你说这一段 看着蒙牛上去呢 暂时都是望回 可能15.5至16元左右 那就应该叫做到目标价了 好的 谢谢Jason 那另外呢 都跟Jason跟进多一个个别的板块 就是钢铁股了 那见到安港347今天就发了营起 那就预计呢 今年头6个月的正利润 会按年大升5倍 去到18亿元的人民币 那都带动到钢铁股 那又是全线上升 那美印美林就发表了报告 就说预期第三季下游钢铁的需求 会维持平稳 而第四季呢 因为就是属于汽车和家电行业的旺季 亦都会进一步了支持钢铁的消费 那是不是都意味着钢铁股 继续会有上升的机会呢 那安港在今次发的这个营起 大家都觉得挺有一个惊喜的 那当然不是说大家之前 估不到它的盈利会增长 但是没有想到的幅度 可以去到这个水平 那看回营起的内容 或者大家有些的计法 那都是觉得第二季呢 有个起出望外的表现 那虽然看回来地第二季 整体的那个板材 包括就说一些热接卷板那些的产品 那个价格按过来说是跌了一成多 那但是就即使你说 那产品价格跌呢 那但是说在安港方面 都能够维持到一个比较高的毛利率 或者在那个纯利方面 都能够增长到这个幅度呢 那或多或少呢 都是归功于他本身在那个成本控制 或者整体营运效益上面呢 是有个明显的提升 那踏入你说七月份 看到这两个礼拜呢 都看到内地有很多一些钢材价格 包括就说一些板材的价格呢 都是比起六月份呢 有个明显的回升的 那短线呢 当大家都认为 在那个的钢材需求都会是增加 特别如果你说以板材的那个功用上面呢 都是主要讲回汽车啊 或者那个家电的行业呢 应该都不会说太异的情况下 那可以预期就是说 安国去到第三季呢 应该都能够保持到一个不错的盈利表现 那至于说到之前就说是 内地要淘汰一些地条钢的产能啊 那也都是帮助到呢 就说整体那个产能的控制呢 就不止于说会再有很大的升幅 甚至乎你说按年计呢 都仍会有个静减少的一个趋势的 那既然你说需求上面不是大问题 那再加上去那个产能方面 又能够控制得到 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步伐呢 那我都相信那些钢铁股 在短线里面 都仍可以望高一点点的 那就是安钢在这个股价 过去那个个多月里面 由5.2升到上去 现在6.1的 那的而且各都升了不少 那但是这一类的股份有个特性的 要么呢 它就不升 那但是通常一升那一下呢 都会是升得几急啊 还有如果市做得好的话呢 那这一类比较高beta的股份 都是有机会可以跑赢的大市 那所以短线我自己都还看得比较乐观点的 暂时就拿回对上一个的高位 大约6.5就作为一个目标价了 那Jason就觉得 始终需求和供应都取得了平衡 所以觉得钢铁股的前景 都可以看得乐观点的 那见到呢 在安钢呢 今天收市呢 就是报6.07 全日呢 最高是见过6.23 升超过3% 那至于马钢呢 收市就是报3.61 升了8仙的 而重庆钢铁股份呢 收市就是报1.05 升超过1.9 而中国东方集团呢 收市就是报3.95 升超过1成的 那另外呢 都和大家跟进主要蓝筹股的收市表现 匯丰控股收市报75.15 升了5仙 中国移动报82.25 建签银行报6.4 升了1仙 工商银行报5.27 升了1仙 中国银行报3.8 无升跌 港交所报209.8 升了1元 中国人寿报25元 友邦保险报58.1 腾讯控股报284.8 升了4仙 金沙中国报35.55 升了1仙 祥和报100.6仙 新鸿基地产报119.3 九龙仓报65.55 中国海外报25.4 华润志地报23.4 中开邮报8.69 中石邮报4.8 中石化报5.96 昆仑能源报7.44 中国神华报17.82 谢谢Jason 你的详细分析 都给你申报 刚才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谢谢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